現在看到的第二位選手選手是韓國的K-Korea 今年16歲 在台北舉行的四大洲錦標賽拿下了第八名 而且是創下他在場取集總分的最佳成績 在這一次也有兩名的韓國女將來參賽了 那崔多斌是在他們的韓國錦標賽拿下了亞軍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完成了它的三圈加三圈的組合跳 Franc Camel 非要是旋轉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軸心非常的穩 組合旋轉 他旋轉的速度非常的快 在我們的分數上 可能裁判都會比較語加分 而且這位選手選擇的音樂 是非常的適合他 他是一個連接的步伐 然後加一個單跳 非常漂亮的二周感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他正在進行 他的舞曲裡面的連接步伐 規定動作連接步伐 我們必須要環繞整個全場 後仰攻身旋轉 非常可愛的表演 對 他第一次來挑戰試錦賽 表現非常的沉穩 從韓國的國民 Darbin Choi 來自韓國的崔多斌 他在整場都沒有任何的失誤 對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選舉 真的就是要選適合自己的音樂 對 風格啦 把這種特色給展現出來 其實就是非常青春洋溢的這種感覺 劉平今年也是只有16歲 在2015年 大獎賽是參加這個青少年組 兩個分戰都是拿下了第三名 其中在奧地利 還創下他在短期的這家成績 來到57.27分 好 我們看到他的三圈 加三圈的組合跳躍 非常的順暢 而且這個的 肌肉一直會非常的高 三圈加兩圈跳躍 三圈的蛋照 所有選手在做單跳的時候 前面一定要加一個連接步法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做五步的時候 每一個刃子 必須踩得非常的確實 而且這個連接步的設計 也有分等級 所以剛剛他做的這個連接步的等級 應該有三分的等級 在金燕兒之後 大家也是還蠻希望看到韓國在出現實力相當的女將 所以除了崔多斌之外 另外還有蒲曉燕 稍緩的 會在後面的場次登場 大家都希望能當金燕兒的接班人 對 不過這些選手也真的都非常的年輕 也非常期待他們未來的表現 崔多斌在端區過去的最大前幾 來到57.27分 他是在第一組的第二位選手登場 已經也是讓大家非常的驚豔 現場幾乎是零失誤的表現 看能不能來挑戰一下自己個人的最佳成績 看最後的分數 技術分散 4.48 153 21.54 總分來到56.02分 差一點點 因為過去這家成績是7.27 不過目前還是排在了第一名 多謝